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眼妹频道 iOS 16正式版来了 今天就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有哪些新功能到底值不值得更新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苹果在9月8日发布了全新的iPhone 14 以及iOS 16正式版也随之推送 一键抠图,对于简单图片精度不错 长按照片中的图即可抠图 也能拖到去你想要的Apps里 松开手指即可 电池百分比显示 直接右上角电池内部显示电池电量 设置电池、电池百分比 键盘振动 在不开启声音的情况下 可以有振动打字体验 设置声音与触感 键盘反馈 支持查看并且CopyWiFi密码 就不担心不记得密码了 设置无线局域网WiFi名称后的蓝色圆圈 健康App新增用要提醒 可以在健康App中设置 全新设计的锁屏界面 可以设置自己喜欢的照片 自定义字体的风格 有地球、月球以及银河系壁纸 支持自定义修改字体颜色和屏幕小组件 天气、日期、运动、付款码、健康等等 消息通知 可以在锁屏上以及展开列表 叠放或隐藏视图方式 查看通知 通知会显示在屏幕底部 因此不会遮挡其他内容 信息 这个功能也是超级方便的 可以对刚发出的信息进行编辑 或者是把它撤回 给最近删除 和以隐藏相簿上锁 以前这两个相册 其实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 其他人要是想看 还是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现在终于可以锁起来啦 再来就是横屏面容解锁 躺在床上 不用老是把手机竖起来啦 在这里可以看看 自己的手机 支持不支持更新哈 感谢收看 希望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订阅我和分享给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